行政院長蘇貞昌和衛福部長陳時中到高雄 摘安館視察兒童疫苗施打戰的狀況 並宣布防疫新政策 蘇貞昌帶來加發學生快篩季的好消息 因為中央重視兒童防疫 端午節這天蘇貞昌一早八點半先到台中視察 接著十點半再到台南市的圖書館大型施打站視察 竟接著十一點半再到高雄展覽館的施打站 了解狀況卻在台中的大型施打站視察時出現差距 台中一名爭取代表國民黨要參選市議員的里長 鄭博奇他拿著白布條上面寫冷血酷吏草姦人命 衝到施打站要向蘇貞昌抗議被圓警攔俠 我是基層的里長也是三個孩子的爸 在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就開放與病毒共存 多少孩子因為染疫死亡 蘇院長你真的那麼冷血 里長抗議中央對兒童防疫不夠 而總統蔡英文則是在給國人端午節談話 錄影中強調兒童疫苗絕對足夠 在為止已經到貨的輝瑞兒童疫苗累計共有110.88萬劑 現在台灣5到11歲的小朋友有99萬是符合接種資格的對象 所以目前的疫苗數量相當的充足 蔡英文說兒童疫苗到貨的數量是高過於符合接種5歲到11歲 所以孩童人數不會不夠 會讓所有該打疫苗的孩童都可以打到疫苗 提升保護力守護孩童的健康 華安新聞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 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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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